酒家撞一家四口擁有最新的行車記錄器曝光 當時爸爸媽媽帶著兩個孩子準備過馬路 但來往車輛非常多 爸爸一度後退想等車子少一點再過 但似乎車流量沒有減少 由爸爸帶頭走在前面 孩子牽著媽媽在後面 但才過到一半 四人就被困在馬路中央 下一秒聽到扎車聲 直接高速衝撞上過馬路的一家四口 第一時間媽媽看到轎車衝過來時 下一世舉起左手後退要保護兩個女兒 但不到一秒時間就被撞上 根本來不及反應 眼睛睛看著家人被撞飛 一個角度也拍下一家四口過馬路的身影 除了酒駕式造勢主因之外 從行車救氣還看到一家四口 從踏上斑馬線開始 經過的每一輛汽機車 竟然沒有半個人理讓行人先行 回到事發現場跟發現 或許該路段沒有紅綠燈 前後一共三條斑馬線 也通通沒有號制 就被質疑是號制設計有問題 我們考量他的一個特性 那我們也將來會研究在這個路口 也來設置一些號制 來做一個號制的管制 有號制燈的話 讓提醒路人可以注意一下安全 畢竟我們都有帶小孩的人 他生了這個事件之後就覺得很虛 大部分民眾都希望能夠增加號制 畢竟少了號制等參考 尤其家長帶著孩子過馬路 要是遇到不理讓的車輛真的很危險 而高市交通局則表示 會在評估路口的肇事率 決定是否要增加號制